嘿 哈囉 王阿拉各位 那現在呢 其實是一個 已經十二點的時間了 已經是我一個睡眠的時間了 可是呢 我剛剛發現一個還蠻好玩的遊戲 想說 也不算遊戲啦 它是一個APP 應該是一個音樂APP 然後這個APP呢 就是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一玩就有點上癮 雖然還是很想睡 可是想說 分享給大家一下 那這個APP叫什麼呢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那這個 哇靠 幹 好像看不到欸 好吧 那我就文字解說 這裡面其實就是各種顏色 藍色框框 然後這裡呢 這個位置有一個麥克風的圖案 那 應該很簡單明瞭 它就是錄音 那 按錄音 好 錄好了 就把它按一下 那它就會播放 你剛剛錄的聲音 好 那 其他這個藍色的格子呢 也不是藍色 它有各種顏色 它就是一個 我們按一下這個 噢 哇 這是一個 那個 浩斯的節奏 不是浩斯 電影的節奏 聽得出來嗎 這裡還有很多小小的格子 很多很多很多 還不錯還不錯 那如果你加自己的節奏 再加上一點點 一點點tempo 噢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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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種 DJ的tempo 不錯不錯 那 好吧 那對 那這個遊戲呢 應該可以增進一點 大家的音樂性 那 當一個 欸 自己有一種 DJ的夢想啦 應該可以用這個音樂小小的實踐 第一步 那這除了自己錄音外 還有就是它本身自己有點 看一下 嗯 我看看 那它這裡有一個設置 它是一個 它是不是那種節奏性 音樂性的 應該是曲風的變化 那它這個有一個是House 然後它剛才是大陸的APP 所以有點簡體質 那它這裡 就是有基本的 基本的 基本的節奏 可以用 那 就這樣 就是一種可以滿足自己 DJ夢想的一個小小的APP 它這APP叫什麼 那我待會再跟你們講 那我自己覺得還不錯啊 就是 可以玩看看 可以一邊放音樂 一邊自己配音 跟著節奏 OK 啊 重點是 就是 我還不知道要怎樣按暫停 所以就只能一個一個把音樂點掉 欸 這個咋啊 在這裡 好啦 那這個APP叫做 DJ Max PACE DJ Max PACE 那去 你的 我不知道 ISO系統是不是 這是Android的 一個APP 那 ISO的話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啦 那你們可以去打看看 然後自己就是 玩一下玩一下 好囉 那就 先這樣囉 晚安晚安 掰掰 喔對 喜歡的人請訂閱一下 謝謝 那我之後有什麼 不管是 一些 可能我覺得還滿好玩的音樂遊戲 或是 反正覺得滿有趣的東西 或是 拍個滿有趣的影片 都會分享給各位 看看 休閒休閒娛樂娛樂大眾 好啦謝謝啦 掰掰 掰掰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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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